欢迎回到意思的答案,我是DK 77年前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教授 在台湾离奇失踪了 他曾经就读台南的昌隆中学 后来也在这里任教 他叫做林茂生 林茂生是在1887年出生于府城 也就是现在的台南 先讲到他的爸爸叫做林彦成 是清朝的秀才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邀请林彦成 担任传教士的汉文老师 由于长期接触基督教 他自己也受洗,称为了基督徒 后来更协助巴克里牧师翻译圣经 巴克里牧师非常有名 有一座公园就叫巴克里公园 台南人都知道 那林彦成也就称为生殖人员 之后在长老中学教书 长老教会中学就是现在的长隆中学 林茂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 因此他也是基督徒 12岁的时候他进入长老教会中学念书 由于他的字质特别好 校长就请他去教别的学生 于是林茂生被大家叫做半仙 用现在的话解释就是 超级学霸 他表现实在是太天才了 所以教会出钱报送16岁的他 到日本的京都同志社中学研读日文 短短一年后 他就考到了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 结果学校的英国教授 发现林茂生的英文程度之好 于是就付他双倍的薪水 请他抄写教授的著作 也就是说年轻的林茂生他已经精通三种语言 中文、英文、日文 之后他还学会了德文 简直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林茂生后来考上东京帝国大学 主修东方哲学 而后顺利毕业 在日本同志时代 他是第一个拿到文学室学位的人 然后他就回到台湾 到母校 长龙中学任职 长龙中学的校长是英国的一个传教士 万荣华 万荣华也是非常欣赏林茂生的才华 于是请他担任教统 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教务主任 他负责教授世界历史这一门课程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有一天呢 台湾总督府的长官夏春宏 跑来南部视察 顺便就访问了长龙中学 夏春宏就意有所指说了一段话 意思是 虽然不是松树也不是鹰 但是小盆栽 物轻易重 摆在小窗边观赏也不错啦 大家听得懂意思吗 就是这个日本长官夏春宏 他把长龙中学比喻成小盆栽 只是放在窗边 观赏就好 永远也追不上松树跟鹰 这种气度 就是在校长龙中 也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啦 林茂生听到 当场笑眯眯的 也意味深长说了一句话 白话的意思就是 从小窗远眺 桃里深开 景色超美的 赏花也蛮有雅致的 自知在人心 林茂生当然是话中有话 我们长龙中学是小盆栽没有错 你说的没有错 不过摆在窗边 从窗外望出去也是 桃里满天下 长龙会培养更多的台湾人才 林茂生极致的反应 漂亮的叮回去 日本长官 可是日本政府的刁难才刚要开始 他们为了控制教育体系 洗脑台湾人 1919年 弄了一个台湾教育令 目的是阻止台湾人自己办学校 所以就设定 私立学校必须筹错十万元的基金 才能正式立案 没有达到这个金额 长龙中学的毕业证数 就是一张废纸 学生不能继续升学 当时十万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林茂生为了对抗日本体制的洗脑 他就跑遍全台湾发布基金募款 两年内找了700多位热心人士 每个人捐个130元 终于达到10万元的目标 长龙中学才能够继续办学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 林茂生虽然是斯文的教育家 但是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对的事情 如果没有林茂生 就不会有今天的长龙中学 然而日本为难长龙中学还没结束 第三件事情发生了 随着军国主义的盛行 日本后来规定 台湾的学校也要跟日本本国一样 要参拜神社 这个举动就是要加强台湾人 效忠日本的观念 问题是长龙中学是基督教 林茂生觉得很反感 所以拒绝学生去参拜神社 可日本人说 你们不拜没关系啦 那就不用废话直接废校 林茂生没办法 辞去了长龙中学的理事长表达抗议 虽然在日本当局的眼里 林茂生很叛逆 但是日本政府也没办法 他就是一个学术界的天才 所以1927年 他被选为在外研究员 拿到公费 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但是补助念到第二年就稍晚了 林茂生的太太认为再辛苦也要念下去 结果就举债 让先生继续深造 这笔债务非常的庞大 直到18年后才还清 有了太太的支持 天才林茂生只花了两年 就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 这样的学术成就 他是台湾第一人 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 日本行政体制下的台湾学校教育 其实说白一点就是在喷日本教育的一些缺点 那这样的一个天才 哥伦比亚大学 当然也是非常欣赏林茂生 特地赠送一把金钥匙 希望他在毕业以后 留下来继续认教 可是他拒绝了 他说 如果我能够在哥大教书 这已经达到我人生的巅峰没有错 但是 我放不下台湾 于是他在国际宿舍留下 上帝是爱的笔记 就回台湾了 这个字集 到现在都还留在那边 从美国离开以后 林茂生先到德国考察 并且在柏林大学 以流利的德语演讲 讲述李白与哥德的诗词 比较东西方的文化 我看这个人有多优秀 然后就回到台南 他到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教书 这个学校就是今天的成功大学 在日本黄明化的政策下 虽然他被迫加入黄明奉公会 他还是坚持不改日本姓名 在家都说台语 故事里就是不想被通话 时间来到1945年 这一年发生大事了 日本成为战败国 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 林茂生非常高兴 满心期待 中华民国政府 一定会比日本人统治更好 那终于结束台湾人 二等公民的命运了 所以林茂生在杂志 发表了一首诗 我们来看诗的最后三句 孤粪储求50秋 从此难冠心脱雀 残年仅可负贤欧 意思是日本统治台湾50年 我活得像囚犯一样 难冠也就是囚犯的意思 从此囚犯的身份 我可以摆脱了 晚年我可以悠闲的度过了 因此他搬到台北 在台大担任文学院的代理院长 同时他也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创立了明报 他就是明报社长 明报是台湾人创办的第一份民营报纸 从1945年10月11日的报道可以发现 明报他一开始是非常欢迎国民政府来台的 但是后来他们也会评论一些政策 例如这一篇 贪污舞弊的丑事续出 致使专卖收入不能如意 可见国营事业的营运 不是这帮无耻舞弊之徒所胜任的 这在当时是很辛辣的一个说法 1947年发生了228事件 台湾行政最高长官陈宇 表面安抚台湾的民心 暗中却请蒋介石派兵来台镇压 3月9日凌晨 来自中国的军队从基隆上岸展开清香 动荡不安的时候 朋友都劝林茂生要躲起来 60岁的林茂生却说 我又没有做错事情 不用逃跑 然而3月11日 6名便衣人士跑来林茂生的住处 他们对他说 台大校场请你去泡茶聊天 于是林茂生就被带走了 他们乘坐的车子 车牌号码是05025 从此就神秘失踪 下落不明 直到77年后 还是没有人知道林茂生去哪里了 当然林茂生的太太非常着急 就写了一封信给参议长 大意是说 我先生研究国学 笃信基督教 一生安分守己 即使台湾被日本统治的时候 我先生也是期望祖国来解救台湾的同胞 台湾官复以后 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除了去台大上课 他就也没有去别的地方了 他绝对不会背叛国家 那不知道是误会还是诬陷 他真的是蒙受不白之恩 如果知道我先生在哪 请让他回家 我们全家都会感激的 除此之外 他也写信给国民参政会 我先生在228的时候 就只是个教育家 除了台大以外 一步步出门 没有参加228处理委员会 现在不知道被关在哪里 但是这两封信寄出以后 没有任何下文 林家透过任何管道寻找 政府单位都说 没有逮捕这个人 找不到林茂生 林茂生非法被捕至今踪迹不明 因为228事件失踪 林茂生与太太育有9名子女 被消失的时候 林茂生的妈妈已经83岁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林茂生是被关起来了 还是暗中被裁决了 失踪一年后 老母亲与林茂生的长子 悲伤过度 相继离开了世界 妻子就带着剩下的八名子女 辛苦的过日子 最后 林茂生的身体 一直都没有被找到 因此判定已经 已经被离开了 不到底是哪个单位 用了什么理由 抓走林茂生 不过你以后 国家机密档案终于解密 大家才知道真相 这是陈怡写给蒋介石的文件 那时间是1947年3月13日 也就是林茂生失踪两天后 开头就写说 台北已经平静 正在戒严已搜查乱图 21事到期 可以向各县市推进 后面可以看到 林茂生被冠上了三个罪名 第一 阴谋盘乱 鼓动改小学生暴乱 第二 强力接收国立台湾大学 第三 接近美国领事馆 企图由国际干涉 妄想台湾独立 然而这些罪者 完全都没有失职证据 没有经过法院审判 根据1947年3月7日 台大的校务会议记录 林茂生在会议上说 学生应该要尽学生的本分 现在民众非常的义愤没有错 但是我们学生应该要具有理智 也就是说 228发生以后 林茂生他是呼吁学生不要乱 这是林茂生在会议记录的一个签名 等于是打脸 他鼓动学生暴乱的说法 那不只是林茂生 这份名单还有许多人 他们全部都是台湾当时的精英分子 当时的知识分子 也一样他们不是被消失 不然就是离开了世界 我只能说林茂生跟其他人的消失 是非常莫名其妙的 林茂生的妻子在离世前 还是等不到他回家 在临终前 妻子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30年来 我非常想念你的爸爸 我很高兴 我就要去见他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那个妻子 他一直在等林茂生回家 但是等30年都等不到 那也看不到他的身体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度过每一天 虽然林茂生是被消失 甚至没有身体可以安葬 然而长荣中学没有忘记他 为了感念林茂生 就在学校设立了林茂生的纪念馆 希望长荣中学的学弟妹都可以记得 曾经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